提到成龙,真的是无需多介绍,大家都知道他是圈 内的功夫大咖,在圈里的人气和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 很多人见了他都要叫他一声大哥 而他的成家班也是小有名气 成龙在事业上无疑是相当成功的 但是他在网友们的心中的形象确实参差不齐 主要还是因为他的情感私生活 年轻时候犯下的错让他如今也是很受困扰 大家都知道当时成龙就多少有点风流多情 也是经常和女星传出绯闻 不过后来的他还是和林凤娇结婚了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成龙在婚后居然又 和吴启丽有过一段情感,还生下了小龙女 而吴启丽在成龙表示不会娶他之后也是 经常在媒体面前曝光成龙的私事 让成龙的人气受损,事业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这让成龙更加不喜欢吴启丽 而在看成龙的正牌妻子林凤娇却 是十分的为成龙考虑 明明是自己受了委屈,却还是维护着他的形象 为了成龙还甘愿喜饮,在家乡敷教赐 据说当时他生下房祖民的时候 林凤娇还特意用试探性的口吻问成龙 儿子爸爸纳兰要填谁 换成是我,肯定是写成龙的名字啊 这还用问吗?自己是合法的妻子不是吗? 但是林凤娇还是为了他考虑 也或许就是这样的豁达与体谅让成龙才会在那 一刻开始不再做多情的人,成龙说 就填成岗生吧 成岗生是成龙的原名 网友知道之后也是和小编一样 觉得这个女人的心胸真的是太大了 林凤娇确实是个好女人 只得被守护 成龙是有很大的错误,但是吴起立自己也 是有点自找,自己想要攀上枝头当凤凰 但是孩子是无辜的啊,为什么不认 只管自己风流不负责的男人,事业有成但家庭 失败的男人,可惜了林凤娇的美好一生啊 这个女人真的是心胸很大 要是我早就拿钱走人了 明星背后的女人才是真的不简单啊 要考研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啊